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4小时营业的超市内上班 和他一起的还有收银员小云 小云坐在收银台前 翻看一本杂志 打发时间 而小云则拿着一件物品 核对讲解 当时我是面对了收银台刚过来 那时因为我背着后面 背着我们店里面 没看到外面去 正在此时有人进入了超市 小李已经在这个超市 当了半年保安 此前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突如其来的劫匪 令小李措手不及 没有一点反抗的问题 由于一名男子站在小李身后 用刀控制着小李 所以他只能看到 另两名吃刀男子的相貌 令小李感到意外的是 这两个人看上去都还很年轻 当时我是看到的 两个天中两个小一点的 从个子上不太高 有点放 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 随后那名体型偏胖的男子 挟持着小云离开了收银台 并威逼小云交出了手机 而这天小李又恰巧没有带手机 此时小李明白 他和小云暂时没有办法向外界求援 小李一直暗暗思考着对策 在三名手持利刃的劫匪面前 他和小云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好自己 和小云的人身安全 小李决定先不进行反抗 很快直到劫匪就找到了 收银台底下的三条香烟 眼见找到了物品 三名劫匪开始兴奋起来 一直挟持着小李的那名劫匪 把小李带到了超市最里面 然后开始和同伙集中威逼小云 也就是此时 小李才看清站在他身后这个人 穿着一件棕色外套 三名犯罪嫌疑人不断威胁着小云 就在此时令小李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体型偏胖的那名劫匪 嫌小云动作太慢 竟然举刀挥向了小云 晃了一下 给到小姑娘的头部弄破了 紧接着 穿棕色外套的劫匪 也举刀砍向了小人的左胳膊 就在此时 那名矮个青年突然朝同伙叫了起来 最后 疯狂的一幕出现了 砍完摄像头后 三名犯罪嫌疑人 抢走了收银台的现金和部分香烟 扬长而去 案件发生后 警方立即来到超市 见到了两位当事人 小李和小云 头和他的这个胳膊 当时都被这个犯罪分手用刀 砍伤了 正在流血 警方先将小云送进了医院 然后向小李了解当时的情况 通过那个 询问这个受害人 里边呢 反应的口音 就是我们本地的口音 而在检查了超市的监控设备后 侦察人员发现 犯罪嫌疑人 砍断监控探头之前的画面 仍保存完好 罪证并未被销毁 随后 一组侦察人员 调取超市的监控录像 进行技术分析 另一组人 追捕犯罪嫌疑人 很快 这三名持刀劫匪 在超市内的一举一动 就呈现在了侦察人员的眼前 年龄呢 都是在这个20岁左右 好像还不超过20岁 有一个是穿这个棕色的这个夹克 另外两个穿的是这个 类似一种羽绒袄一样的 这个深蓝色的衣服 他们的个身材都不高 只有这个一米七左右 其中有一个还稍微要来一点 还不到一米七 应该是一米六五 在监控录像中 两名身穿深色羽绒服的犯罪嫌疑人 由于离监控探头的位置比较远 看不清样貌特征 而身穿棕色夹克 这名犯罪嫌疑人 拿刀去看监控探头时 离探头很近 留下了清晰的样貌 这名劫匪不会想到 他试图毁灭证据的举动 却无意中给警方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在仔细观看了录像后 侦察人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 首先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作案时都没有进行伪装 他们在作案的时候 他毫无厌食 也不在脱罩 也不在面罩 就是怨性都很明显 很清楚 其次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 有很明显的暴力倾向 当时这个小姑娘比较 比较害怕 没见过这种证事 当时就吓懵了 让开柜子 什么的 当时肯定反应不过来 犯罪嫌疑人就用刀 敲他的头 砍他的胳膊 当发现自己的犯罪行为 被监控看头拍摄到之后 犯罪嫌疑人又极为野蛮地 砍掉了监控探头 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 军操本地口径 而且监控探头 记录下了他们的衣着和样貌 相反警方开始根据监控截图 积极进行追查 然而 仅仅四天之后 这三名手持砍刀的劫匪 再次冲进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超市 12月28日凌晨两点多钟 王某和范某正在超市内上班 王某坐在外间的收银台内 等待顾客 而范某则在里间整理货户 几分钟后 三名年轻男子手持砍刀 冲进超市 在控制住王某和范某之后 三名年轻男子在店内 迅速搜索财物 五分钟后 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些钱物 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 当这起持刀抢劫超市案件的监控录像 放到警方眼前时 当案人员发现 这三名持刀男子 就是四天前 那起抢劫超市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我因为从他们的衣着特征 衣服基本上没换 与此同时 通过比对两个现场的监控录像 警方也更加清晰的固定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犯罪嫌疑人 一号 身穿深色棉袄 衣服帽子上 带有毛边 身高一米七左右 体型偏胖 犯罪嫌疑人二号 身穿深色棉袄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体型偏瘦 犯罪嫌疑人三号 平头 身穿棕色夹克 身高一米七左右 体型中等 在研究了监控录像后 侦察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这三个人分工明确 有专门负责看人的 有专门负责抢劫的 在第二起案件中 三名犯罪嫌疑人一起持砍刀进入超市 一号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收银台的王某 三号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超市里间的范某 而二号犯罪嫌疑人则四处观察 看是否有其他人员 穿这个咖啡色 皮夹克的一个 那里看到 他是收嫌在里头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 收嫌把那个业院的话 他把业院院都逼到那个嘴里面个性 另外两个进来之后呢 负责看守 最后 三号犯罪嫌疑人来到收银台 开始搜罗香烟 四分钟后 三人撤 当天晚上 警方就将两起案件并案 紧锣密鼓地展开侦查 我们就在想 这三个犯罪嫌疑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来 抢完了之后又到了什么地方去 三名犯罪嫌疑人年纪都不大 正常来讲 这个年纪应该在学校上学 而这两起超市抢劫案 都发生在凌晨两三点钟 这个作案时间和学生的作息规律不相符 不可能就从家里面的 一般的家里面不可能出来 从监控 以及当事人所反映出来的 犯罪嫌疑人的举止行为来看 他们也与正常的学生 有很大区别 根据以往索罢案件积累的经验 侦查人员判断 这三名男青年应该都属于无业青年 我们也在分析 就是说 他这个应该是从附近的小网吧 小女馆里面出来的 有个小游鱼机师出来的 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 三名犯罪嫌疑人进出超市时 没有开车 抢完了以后要回哪个地方 他肯定要么都是坐出租车 要么都在大街上走 深夜里 三名男子手持砍刀 抱着脏雾在街上走 似乎不太可能 侦查人员判断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乘坐出租车 逃离限制 根据分析结果 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拿着一个图像 在网吧里面和小游戏机师 以及小女馆里面进行走访 然后我们又与这个我们这公交分局 去那联系 对案发这个前后的这个半个小时 经过的这个出租车 通过GPS来调查周房 2010年 2010年悄然来临 街上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 人们都在计划着新的生活 这三个在监控探头下疯狂作案的青年男子 身在何处 他们的新年衣食又将如何度过呢 2010年1月5日的凌晨 又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遭到了抢劫 而监控录像中出现的三名手持砍刀的青年男子 正是警方寻找了多日的目标 在观看监控录像的过程中 侦察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三号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大包 他直接把那个盒子皮包就放在盐轨了 是吧 完成了这个控制轮子以后呢 他在所见这个盐呢 装满烟后 三号犯罪嫌疑人将砍刀和黑包留在收银台处 自己则走到后面与两名同伴交谈 正在此时突发状况出现了 有一名男性顾客走进了超市 三号犯罪嫌疑人从里面快步走向收银台 拿起砍刀架在了走进超市这名顾客的脖子上 进来一个顾客穿棕色皮夹克的犯罪嫌疑人 首先把这个进来 嘎也进来 他都把这个人也控制了 在此过程中 又有一名男性顾客走进了超市 三名犯罪嫌疑人一起走向门口 顾客当时也吓得还是没发现 紧了以后才发现他们已经完了 被他们控制起来了 他们这次还胆大 有顾客他们也不怕 还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把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也逼在里面 而且继续是没有任何的掩饰 紧接着一号犯罪嫌疑人跳上收银台继续疯狂作案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被监控探头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一分钟后 三名犯罪嫌疑人拎着满载香烟的黑包扬长而去 看完案件现场的监控录像后 侦察人员进入了深思 第一起案件时 犯罪嫌疑人砍掉了监控探头 第二起案件时 三人分工明确行动迅速 到了第三起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由顾客进入时依然继续作案 一切现象都表明 这三名手持砍刀的青年 正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那么要如何找到这三个人 将他们绳之以法呢 警方决定扩大搜查范围 通过各种渠道 将三名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的监控录像公布与众 我们又更加加大了 对这个案件的宣传及宣赏的力度 通过这个报纸 这个网络 把这个公布这个案件 然后通过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广闭 这个线索来路 与此同时 侦察人员也将案情通报给了市内24小时超市的经营者 让他们有所防范 让他一是加强这个警戒 增强这个保卫力量 第二呢 晚上尽量的在这个店里面少放一些贵重物品及现金 三天后 侦察人员在一家网吧内走访时了解到一个信息 一名上网者曾经在新华乐园附近的一家网吧里 见过监控录像中挥刀砍监控探头的男子 也就是警方锁定的穿棕色夹克的三号犯罪嫌疑人 侦察人员开始来到新华乐园附近进行秘密走访 接下来的几天 侦察人员走访到了更多线索 一直在这个新华游乐园附近活动 在网吧的调查过程中 侦察人员发现 这名犯罪嫌疑人通常不是独自一人上网 而是和数名朋友一起出现 他们基本上在网吧里面 也就是玩玩游戏聊聊天而已 那么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朋友中 是否有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呢 他们又是否会再次出现于网吧之中 警方开始在重点区域的网吧全面布控 希望有所收获 然而就在警方离三名吃到劫匪越来越近之时 这三名劫匪竟然再次突动猖狂作案 1月13日凌晨又有超市发生了结案 但是这次现场并没有留下监控录像 据超市工作人员反映 当时有四名年轻男子手持砍刀闯入超市 一进入超市 他们就发现了监控探头 并立即用砍刀砍掉了监控探头 侦察人员拿出前面三起系列抢劫超市案中 犯罪嫌疑人的监控截图 给工作人员辨认 工作人员确定 警方在追查的三人都参与了这次抢劫 那么这名新出现的犯罪嫌疑人 又来自何处呢 难道他也参加了前面三起抢劫案件 只是没有让人发觉 在2010年年初 这些手持砍刀抢劫超市的年轻男子 令侦察员忧心忡忡 此后的一段时间 相反警方加大了夜间的防控力度 在每个24小时超市周围进行了布控 与此同时 警方也派出大批人员在网巴 游戏机市及旅店内 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为了早日破案化解暗藏在黑夜里的安全隐患 也为了拯救这些不入歧途的青年 侦察人员加快了行动的角度 在新华游乐园地区全面追查 迟都结匪 午夜的街头 当大多数人都沉睡梦乡之时 侦察人员则随时警戒着整装待发 一周后的一天夜里 有消息传了过来 有民警在网吧里暗中监控时 看见一个上网者和电视里播出的 看监控探头的犯罪嫌疑人 非常相像 上去之后 负责办案的侦察人员发现 那名上网者确实就是警方追查已久的 三号犯罪嫌疑人 不仅如此 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上网青年 就是二号犯罪嫌疑人 在确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之后 警方立即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犯罪嫌疑人二号 汪某二十岁 犯罪嫌疑人三号 黄某十八岁 归案后 两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同时他们也交代了 另外两名同伙的身份 犯罪嫌疑人一号 周某十八岁 以及那名并未被监控探头 所拍到过的神秘人物 曾某 侦查人员立即出动 将周某和曾某 缉纳归案 至此 四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案件侦破 告一段落 但是 案件背后带出的种种问题 却让办案人员忧心忡忡 四名犯罪嫌疑人 最大的二十岁 最小的十八岁 原本应该在学校读书 有着美好前程的他们 却走上了歧途 迷失了自我 比较狂妄 比较自大 小孩根本对自己所做所谓 没当回事 从给他问他 你为什么抢这东西 没钱 非常简单的 没钱 没钱到抢 我要用 非常简单 不仅如此 他们的嚣张气焰 令警方都为之震惊 当时根本人是害怕的 当时强人完全都没害怕 说一包听的话 站到点 完全行李 当时完全撒了不枪 完全都一种激动 一种兴奋的 我们通过审讯问他们 知不知道这是抢劫 他说我知道是抢劫 但是我说 你这个抢劫 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知道吧 他说不就是判刑吗 我判多少年 你知道吧 这个他们就不知道了 像他们这个 连续抢劫四起 这个多次 抢劫多次的 七年就是十年 他们自己根本都 不知道抢劫会被判刑 但是没想到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而通过那位神秘的 四号犯罪嫌疑人 曾某的交代 侦察人员也了解到 案情背后 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曾某和汪某 黄某周某家 都在乡凡市 同乡结合处 一个村子里 四人从小就认识 长大之后 曾某也时常 和昔日的同伴 有所联系 曾某认出了监控中的 犯罪嫌疑人 几经考虑后 曾某这昔日的同伴 大拒了电话 都说你们那 已经上了电视了 你们在我干了 那家伙他们三个 都说不要 他们认不出来 不仅如此 三个人还极力劝说曾某 加入其中 那还是行 你都 跟着不跟着 我要是跑了 他们要找到我了 要打我 就这样 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态 曾某和昔日子派 一起走上了歧途 他不能劝说他们 不要搞定 那叫他害假御了 面对这几个 迷失了自我的青年 警方深感 责任重大 我们每办一起 像这样的案件 我们虽然这个案件破了 但是我们的心里 比较是沉重的 为了帮助他们进行思想转化 侦察人员也特地和他们的家长进行了沟通 这四个青年所居住的村庄 位于城乡结合处 以前是村庄 村里人以务农为主 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 城乡开始融合 村里人的生活 有了很大转变 经济条件都还不错 而且都是家中的这个独子 这个父母啊 对他们也比较宠爱 上了初中之后 由于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 汪某周某黄某和曾某相继辍学 自己原因嘛 就是不想上 念学 探玩嘛 此时 私人家长都忙于挣钱养家 而疏忽了对他们的管教 那你可咋说的 这楼村也走 都很一层层 楼村在屋里 他都是三个五百两百两万 我一直在路上 两个人一个厂层 人家管理他可能收 累了 每次我只睡觉 他爸也一天到晚上 回来跟他接受可能收 脱离了学校 家庭的沟通也不顺畅 四个年轻人开始转而去城市 寻找新生活 他们开始进城打工 家里面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养真出幼啊 到了城市之后 在给别人打工的过程中 这个一次社会经验少 二次来这个 这个从事这个体力活 劳动了 他们可能还是有点承受不了 打心里 他有这个抵住情绪 不愿意干这些东西 四个孩子 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 看不清前面的方向 但是此时 他们的家长 并未能及时给他们指明道路 你哪一个 都给你慢慢都转 都想 再来说 也时间不允许 没这个时间 跟我们那一起 就这样 四个年轻人 先后辞去了工作 开始在城市里游荡 对于他们而言 城市里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诱惑 而诱惑最大的就是网络 在网络世界里 这些青年们找到了 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和满足感 渐渐的 四人开始不再回家居住 而是住在小驴环里 或网吧里 此时 父母亲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但为时以外 这些青年人的生活 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从年纪到年纪都没有 给家里打个电话 就没回去过 他们每天在想什么 在市区里面 怎么生活的 家长对自己一无所知 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 双重缺失下 这些年轻人 不断放任自己的行为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前一开始在上网 上网又一个喊一个 喊一个他都打爹 从老远的地方过来了 过来了走吧 干嘛 抢劫 抢劫就抢劫 走吧 走就走 谁话谁 就看到那个超市就哭了 都想都不带想的 三个人都直接去了 抢第一次激动 还有点害怕 第二次就完全激动 进门 第三次都是那种是上瘾了的感觉 就这样 他们将网络世界里的暴力犯罪 带进了现实生活中 青少年爱结伙 这是他一个需要朋友 他也需要交流 但是这个中间呢 就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以后 很容易互相感染 一人提议 现在没钱怎么搞 我们去抢一点钱 那么就马上就出去了 很冲动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 在现实世界中 邪不能胜正 游戏有结束的时候 而犯罪也最终会付出代价 如今 青少年犯罪 已经凸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有这些青少年引发的犯罪 他最大的特点是呢 第一 作案的手段比较残忍 不计后果 第二呢 对受害人 以及对他本人的个人的成长 对社会都造成了比较 恶劣的这个影响和严重的后果 这一类第三 这一类的犯罪 往往就是受这些暴力文化的影响 而去模仿 猎奇 寻找一种刺激 不顾社会的这种危害的后果 本案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 都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 而如何来解决问题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我们家长啊 有的是忙于做生意 有的是忙于打工 有的父母甚至外出打工 那么子女的教育呢 就抓得不顾紧 或者说顾不上 我觉得首先的一条 还是家长要拿出时间 和孩子进行沟通 要了解他的思想情况 而且呢 在有关方面 有些专业人士的配合下 对孩子来进行教育 而全社会共同努力 为青少年 创造一个纯净健康的成长环境 也对预防青少年犯罪 有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 相反警方也推出了一些举措 进行着尝试 派这个政法干警 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采取了这个措施 定期给学生上法制课 包括讲解 因为受到网络的影响 走向犯罪道路的 这样一些典型势力 青少年犯罪的一些案例 对他们来进行教育 而对于那些处于游荡状态的青少年 相关部门也试图帮助他们 重回正常轨道 我们通过政府啊 通过社会的力量啊 是不是啊 让他们可以到这个 这个技工学校 去继续学习技术啊 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也就是让他们继续上学 可以鼓励一些企业 对这些青少年进行安置啊 吸纳这些劳动力问题 我们下面一个宜城市啊 有很多人到温州那边 开迪士 宜城迪哥在那边成为一个品牌 如今 机名的艺人的家长 已经尝到了自己 当初对孩子 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 所种下的苦果 然而在今天 依然有很多孩子 在长长的过程中 因为缺失家庭教育 而误入迷途 让我们的社会 学校和家庭 共同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他们 走出青春的困境